歡迎來到Trickin Club 我是齊軒 今天我們要來教第二個提技 叫做Trick720 這裡簡稱C7 這個動作在跆拳道裡面叫五百次後旋 但是我們主要是教Trickin 所以我們都會用Trickin的名稱來去講它 那也順便講一下這個動作的起人 其實是卡布耶啦 這裡大家就會覺得很奇怪 不是跆拳道嗎 如果你是早期練跆拳道的人 你應該就會知道 其實跆拳道只有到三百六旋梯而已 就不會再有三百六以上的踢梯了 所以三百六以上的踢梯 只有卡布耶啦和Trickin才有 是到近幾年自由品質的發展 跆拳道才開始有三百六以上的踢梯 好 Trickin 小知識 你學會了嗎 知道以上的知識和概念之後 我們就直接進入教學吧 GO 第一個動作我們要學會後旋梯 在這要注意一下 我們的後旋踢壓要做一大片的 因為我們在這C7的時候 如果你的腳能畫一大片 才會是比較好看的 再來第二點 你在做後旋的時候 要去做壓肩膀這個動作 因為你把上半身壓低一點 你的腳才有機會再踢得高一點 如果我上半身都不動 就會非常難踢 那如果我今天做一個壓肩膀的動作 他的腳就會畫得比較開 比較大 再來我們要學會跳後旋 跳後旋跟剛剛的後旋踢很像 只是我們在右腳踩下去之前 做一個跳 然後踢一個後旋 他的完整動作長這樣子 所以他就是我的右腳 往前踩起來的時候 做一個跳 所以在空中的時候會 就是兩隻腳離開地板 然後在空中做一個剛剛的後旋踢 所以這裡的後旋的概念 就是跟剛剛一模一樣 就是要畫一大片 然後身體要壓下去 再來你要學會 Rendo Kick 在跆拳道裡面這個叫360拳踢 以上動作都會的話 我們就可以進入C7的練習步驟 我們先從最簡單的C7步驟開始練習 首先我們先走Shit的步伐 到這個時候我們停一下 站穩之後我們跳起來轉半圈 轉完半圈去地上後面 讓我們的眼睛看向前面 然後踢一個後旋踩下來 只要你會剛剛那個分解動作 你就可以把它連起來 那連起來之後我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是出階階段 第二個中階 第三個進階 我們先做出階板 出階板就跟剛剛的分解動作 完全一模一樣 只是把它連起來而已 所以它會長這樣子 第二個中階板 中階板要在起跳的那一個瞬間 去做一個右腳的吸腿 所以它會長這樣子 等到你出階板和中階板都做得出來之後 就可以開始嘗試去練進階板 那進階板是什麼概念呢 其實就是在空中就要把後旋踢出來 不像我們的初階板和中階板 都是落地了才去踢後旋 再來就是你的兩腳 在空中會打得比較開 不會像剛剛是夾起來去做旋轉 那我們來看一下進階板的C7怎麼做 如果你要從初階中階進到進階的話 那我會有一個建議 就是你一定要先把五百四旋踢練好 因為五百四旋踢需要比較多的右腳的力量 所以當你把五百四旋踢練好之後 再來練C7進階板的話 你就會比較有力量 那今天的教學就到這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